台南市长赖清德今天在台北举办移居台南博览会 还请到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站台 虽然张忠谋大力肯定赖清德的城市发展策略 但昨天南铁迁移案爆发流血冲突 赖清德今天表示这是他从政以来遇到的最大危机 没有来过台南不算真正到过台湾 大动作北上举办移居台南博览会 台南市长赖清德这次不但打出就业和居住两张牌 还请来全球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首次为城市站台 不但表示台积电的下一代最先进技术将在台南打造 还说台南的成功大学毕业生是他看过最好的团队 由了台湾半导体教父力挺为城大毕业的市长赖清德 给足面子不过前一天台南铁路东一案才爆发流血冲突 赖清德今天回应 这的确是我从政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但是我还是要坦然面对 因为作为地方的首长 我有责任去推动中央到地方的重大建设 那我是市长我也有义务要好好照顾市民 南铁前一案为市政满意度蝉联多项第一的赖清德蒙上阴影 能不能走过从政以来的最大危机就看赖市长的政治智慧 新唐人亚太电视旅副长吴博轩台湾台北报道